我的喜叙就是我怀孕啦 聽傳訊息說 我的懷孕數只有上升 然後在這段期間 就是 我覺得 就是在這段期間我覺得 最辛苦的都不是打成也不是吃藥 這對我來講都是非常非常 簡單的小事也是我自己有做好心理準備的事情 然後加上我也是一個不怕打針的女生 但是 就是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其實是 我沒有料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就是 不如自己的期待 怎麼說 我剛剛玩 應該其實是第二次植入後的第一天回程 然後今天早上有練習抽血 雖然今天還沒有辦法確定有沒有懷孕的事 但是剛剛 整所 齊心傳訊息說 我的懷孕數只有上升 我剛剛滑手機突然跳出那個訊息 我真的是嚇到欸 她就說佳瑩今天抽血檢驗報告懷孕數只有上升 我之所以會這麼感動相哭 是因為這個故事其實已經經歷了一段 我覺得說長不長 但說短也不短的時間 我哭了多久啊我不知道 哭了多久我不知道 但我拿了40分鐘了 天哪 這個影片裡面也有很多我在做療程的過程 我有用手機記錄下來 就跟你們分享一下囉 真的終於感受到那種幸福感 你知道幸福感 那種幸福感 她10點半11點還在躺在沙發在等門欸 這輩子誰為我等門啊 就是她嘛 然後後來她言語中講說 妳又不是我媽 所以妳認為生妳那個才是妳的媽媽 對 媽媽是領養妳的 她說是 那我問她說我真的不是妳媽媽 我說即使我們這麼好這麼親 妳又再問了一次 她怎麼回應 我再問她說妳不是我媽 然後我說那 妳 我是妳養母是不是 她說對 後來那個 然後她又說 媽媽 我愛妳 妳這個媽媽的心情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佩服 這是我們光晴節 之前妳就非常努力的要求職嘛 對不對 我們上次討論過妳做了九次手術 七次加兩次對九次 妳記得比我還清楚 我一上次生過我覺得太了不起了 就是這麼想要小孩 對 結果妳是在52歲的時候 決定用領養的方式 對 我就接續一下這個故事吧 就是大概4546的時候 實在是打不出卵子了 對 結果我就放棄 可是後來夫妻都會進入一個低潮期 就是說她不講我也不講 但我們什麼事也沒有繼續往下做 所以妳說我50歲左右開始 在想到領養 那是正確的 是因為中間妳們就開始這樣脫下來 然後誰也都不講說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哥後來就說 妳乾脆就幫他們生一個 可是我嫂子生三個 她知道說那個如果再生是不是不可以 她小五歲身體那時候還可以 可是她說懷孕的時候會有感情 她說她真的不行生下來 然後也見我們兩家還在往來 然後看到那小孩就是她的 她說她不行 那後來就是我們就乾脆一聊百聊了 我們就乾脆群歸道舉了 就回到我們的戶籍所在地 在新北市我們就打電話給社會局 社會局跟我們介紹的是立心 可是我老公一打電話去 對方就叫我們不要等了 因為立心多半是出養0到2歲的小孩 你知道一頭拉固的父母親都在那大排場 他爸拖我們的時間 就是叫我們不要等 通常是要等多久 我跟大家講就比較嚴謹的講 就是說一般來講0到3歲是黃金收養的時期 因為我們台灣 你說再怎麼民族化或是再怎麼先進 很多父母親還是有那個想法 就是說最好是讓這個小孩 不知道她是領養的 等到長大20歲成年以後再說 所以0到3歲 就是3歲以下就是說 稍微沒有記憶的時候就把它抱走 所以我們大部分0到3歲排隊 要領養父母最多 那我們這一對夫妻呢 我是還好我大概寫個 大概可以接受大概5到8歲 因為他會填表嘛講條件 我老公就很離譜 我所謂的離譜就是說 他們有衡量有一些狀況 就是他寫就是說 甚至十幾歲的他都接受 可是 他想說這個年紀比較適合 對可是在我們朋友的建議 跟我們實際的經驗裡面看 小孩子他沒有跟你培養感情 你領養而且他馬上就長大 或是他處於青春叛逆 時期的時候 其實那個部分可能對我們 磨合上面來講不是那麼恰當 所以就耽擱了一些時間 後來我老公他就詢問了 兩三家就後來就是 我們後來成功的這家 他也是一個收出癢的機構 然後我們就逐步進入那個很繁瑣的 而且我要小小抱怨的這個 我們法律那麼嚴謹的 而且拖時間的 你想想看通常要兩年 要兩年時間 從申請到 因為衛福部有公佈一個平均值 那以我們經驗兩年 你想想看我們剛剛講說 零到三歲是收養黃金級 我們是比較大的小孩 無所謂我們本來就是要讓他知道的 我們兩個都是名人 我跟我老公都名人 我們怎麼可能把小孩子隱藏住 甚至騙他你是怎麼樣 不可能的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三歲 是拉警報的話 你再拖他兩年就變五歲了 你會讓這個小孩子的人生 錯過了他可能有的 有個家的這種機會跟希望 那所以後來經過兩年的這個過程 你知道要什麼樣一些考核 他們還是有那個審議委會 人格 健康 財務 婚姻 那你知道我大部分幹30年記者 那我們大部分都是訪問別人 那夫妻羊分開就要做人格的 一個考驗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那天竹竹講了一個下午 好開心喔 就是用面談的方式 從小到大我在那邊侃侃兒談 我講得好快樂喔 因為他知道說你在什麼家庭成長的 你會不會受你父親的陰影什麼的 那應該很快就過關啦 對 分開這個倒是 後來我覺得有抱怨 或者說我覺得開始fighting了 不顧一切的那種 那種做的時候 跟這個體制跟這個制度 我覺得不合理喔 我就跟他對抗 就開始在電話裡面fighting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有兩項 一直在很嚴格的檢驗我跟我老公的財務問題 這就很神喔 對 因為我跟我老公我簡單來講 我們房子也安定好了 然後有車有房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高所得的 對 哈末隆東至少有20萬 我假設是這樣 我們加起來 然後因為不穩定嘛 就是大概平均那20萬 那為什麼還 對我就不理解 後來就一直問一直問 原來是我們那時候 兩棟房子賣掉 我們後來買了一個 2050萬的房子 我們為了減少貸款的負擔 我們就只貸款1000萬 那我們還有700萬現金 我們通常拿去裝潢了 因為五層樓嘛 好五層樓裝潢然後買家具 我們戶頭就沒有錢了 他看現金 那我說 如果是我們這種收入 你們都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我請問你 我就用 其實小孩怎麼找到家庭 我開始正論 我說那我請問你 如果是雙新家庭的話 他一個月三到五萬的話 我逃比方五萬的話 對不對 他難道沒有資格 沒有這個權力領養小孩嗎 就開始就那個 這麼多小孩失去到了 幸福家庭的機會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 被遺棄的小孩很多 人滿為患 而且拖那麼久 高什麼嘛 所以他有規定要多少 一現金留在那邊嗎 很有規定 對 我說你們到底要 戶頭要看到多少錢 你早說嘛 我親朋好友 你要五百萬還一千萬 我會進來 我再還給他嘛 我說這個東西很虛 他說他跟我解釋說 他們是要有一個委員會 怕說他們 他現在問我 社工問我的問題 就怕以後 他我們被問到 他就有個解釋嘛 問說那你們這個怎麼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剛剛看我已經很激烈 在法庭 後面問到我 他到底要多少 他還是沒講 沒有 就沒有 沒有一定的 你就是不知道 到底 連這個都被懷疑 那你知道我們還去做見診 我跟我老公很緊張 我妹子高齡了 我很嚴格的見診 那個是我們最緊張的一環 就不是 不是這個健康問題 也不是人格問題 我們好歹行走江湖 基本做人幹嘛 就是才我很嚴格 那還有一個就是 觸動到一位女性的傷口 我覺得某種程度 是好像被歧視了 就是說 婚姻狀況 我有離婚紀錄嘛 然後他就一直問我說 你當初跟你前面的那個 前面的婚姻為什麼離婚 你知道那時候就整個心情就很當 你知道 是我這個婚姻 我們夠穩定 夠幸福 基本分有啦 我們想領養一個孩子 是我們這個家庭 我跟我老公 你問我前面那幹什麼 那我就跟他講個人一本帳啊 而且你問那個25歲的那種 25年前的事情 我說這問這幹什麼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問這些東西 喔跟你講死咬則不放 一定要我講說這到底為什麼 是什麼問題 後來我就跟他fighting啦 我說你們這根本就歧視嘛 怕臭拍死 離婚的女人不能夠 不能夠領養小孩嗎 我是一個好媽媽嘛 對啊 對不對 那我憑什麼是 用這樣的一個問題在問我 那一定要答案 後來我就默默良心 我後來是很不情 因為我還是給了一個答案 你跟他說個性不合這樣不行 你以為我沒講嗎 那不滿意繼續問 就是打破殺過問到底 就是一定要了解 因為我覺得如果往 他們的立場去想 他們會講說 那你可能有離婚啊 你當初為什麼離婚啊 那你是不是你到時候 小孩領養你們這夫妻 會不會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想太多了 你用很基礎的問題 很一般性的問題 然後你趕快促成 你趕快促成 讓我們可以領養一個小孩回家 讓他有個家 那我覺得如果連我們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受到那個那麼多的 我認為挫折跟刁難的話 後來我老公現在主持 我也主持 我們不約我同 只要有哪個立委來 我們就跟他抱怨 他說我會修法會修法 所以過程中 有碰到這個問題 就拖了一下時間 我不太懂他問這麼仔細 就怎麼樣回答 也不可能搞到 為什麼要拖兩年的時間 是誰要領養小孩 是我跟我老公 不是我前夫要領養小孩 我覺得他的考核的內容 內容標準 我覺得這個是你在法條上 跟你在想像中 完全想像不到的 除非你像我們這樣經歷的 你才會面臨到說 原來是這樣 我怎麼會被考驗的問題 所以我一般人 如果想要領養小孩 都得要等待這樣的時間 可能更久 至少我們 我還扣掉七七八八的 你知道我們 我們是第二次才成功 我們第一次的那個 媒合沒有成功 我連這個時間都扣掉 連我們去 投資問路說 怎麼樣進行啊 我要去哪裡啊 我不是剛剛講的 高雄也去試過 然後怎麼樣呢 然後試到這家拒絕我們 那家 也說不好 然後不好 就是還有就是說 夫妻之間 我們跟小孩之間 年齡不能超過五十歲 我們被告知是這樣子 我後來去查法庭 好像沒有這一項 但是我們被告知說 夫妻任何一方 小孩跟我們的年齡 不能超過五十歲 他還是考慮到我們 你說老來得子 我們好像當作一樁喜事 可是老來如果得子 你真的要養得了 你要考慮他很多問題 譬如說五十二歲 就不能夠領養一歲的小孩 譬如說 我老公如果是 譬如說五十五歲 他就要領養五歲的 五歲以下就不行 以上 本來要領養五歲的 又拖了三年 領養就變八歲了 對 不好意思 我老公現在都快六十了 小孩才來兩年 那小孩來你家兩年了嗎 對 適應得怎麼樣 他是八歲來的 八歲來現在兩年十歲 十歲 那我們很幸運是說 我怕我講一講 你沒看過我在螢幕上 我怕我講一講 跟Paul一樣 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在五十二歲當了媽媽 那麼孩子是八歲 不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一般人覺得最適合的 零到三歲 八歲的孩子 跟你的家裡的謀合怎麼樣 我們很幸運的是說 我這個小孩聰明伶俐 長得又漂亮清秀 男帥的 就是各方面 然後又很活潑 隨時看到他都在表演 都在笑 然後又在講笑話 又在聽笑話 什麼都在笑 這麼可愛 一點你覺得距離都沒有 然後他 因為跟我們一來就很親 因為他從那個第一天 一天帶他出去玩 然後到他到你家裡試住三天 然後最後要試住半年 然後他都會有一個時候 社工會訂起來家房 他是從跟我們去日約台灣第一天 連跟我哥全家內 包括他三個小孩 都玩得都非常好 那後來就進入當然日常生活了 那剛開始的時候真的 真的終於感受到那種幸福感 你知道幸福感 那種幸福感 要怎麼講呢 就是說從肌膚之親好了 每天晚上 烏尾在你旁邊 晚上跟你睡 膽子又小 膽子又小 然後這樣子 摟著你抓著你 還跟你獅子盡控 然後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 晚上我們也 少應酬了 但是有時候回去 你看他 九點半就要睡覺了 他十點半 十一點還在 躺在沙發 在等門 這輩子誰為我等門 就他嘛 你感冒的時候 你感冒的時候 你覺得他很不關心你 可是你就 躺在沙發上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一個人 就是 倒個水 不吃藥齁 就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是超乎你 對 想像中 很貼心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 我先講幾個不適應的 就是我們自己 彼此之間 自然要有一個謀後期嘛 他就不叫我們爸爸媽媽 我這小孩子算是蠻坎坷 他經歷過兩個寄養家庭 然後從育幻院來的 我知道他的身世 其實兩個都不適應是不是 沒有他 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小孩子 從一算半 一歲半後來經歷過 他只有八歲生命嘛 那來我們家之後 八歲生命 一歲半之後 經歷過兩個寄養家庭 又到育幻院 可是 可能在他心裡面 他認為說 八歲的人生 他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不斷的 換家庭 要換 所以他沒有親屬的概念 他也不知道家的定義 所以 他叫過的 爸爸媽媽 尤其是媽媽 像幼幻院的保母媽媽 好幾個 他也叫媽媽 寄養家庭的爸爸媽媽 他也叫爸爸媽媽 結果好不容易他知道 他心裡有書 他可能來到我們家庭 他會知道說 這次可能 會成功 他終於有個家了 絕口不叫我們爸媽媽 他叫我們叔叔阿姨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怕叫了以後 那個會外面 我有問他說 你要叫爸爸媽媽 尤其是那個 去學校開家長會的時候 或是到學校去接他 他老遠 如果叫我們 就說你 老師 那個我叔叔阿姨 我就說 不要跟他講我們叔叔阿姨 不要跟同學聽到了 你當然叫我爸爸媽媽 我就是你的靠山 你怎麼樣 後來你知道 經歷過半年的時候 沒有 我以為他會先叫我 沒有 他喜歡堆那個積木 你知道嗎 他就堆出 先堆出一個爸子 爸爸的爸 後來堆出一個羊子 就我老公姓楊 哇 我就把他拍下來 就終於叫了 後來馬上就叫媽媽了 那爸爸洗澡的時候 曾經他都喜歡 跳到 就趴到我身上 然後他喜歡你裹住他 把浴巾這樣裹住他 幫他擦 幫他那個 他有一次就是 嘴型那種 就是好像 太正心裡口難開 他害羞 對 後來就 叫了這個爸爸媽媽 我要來錄影 前一天 還令我傷心 有難過 因為有時候 小孩子同言同語的 譬如說 我不要講這一次好了 我覺得狀況都是一樣的 他有一次也是說 要玩 要玩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又要玩 你就怎麼在家裡 好好待著 你怎麼整天都在玩 他就說我要玩 就開始在鬧 然後後來 他言語中講說 你又不是我媽 我跟你講 還蠻傷的 這是最不能講的 我們以前去 我們以前去那個 KTV唱那個 心痛的感覺 對 你知道心痛的感覺是什麼 後來我就說 你說我不是你媽 你的意思是說 媽媽解釋一下說 你不是媽媽肚子裡面 生出來的 所以你認為 生你那個 才是你的媽媽 對 媽媽是領養你的 他說是 那我問他說 我真的不是你媽媽 即使我們這麼好 這麼親 你又再問了一次 他怎麼回應 我再問他說 你不是我媽 然後我說那 你 我是你養母是不是 他說對 昨天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就真的是很 會心痛 他那一次的時候 我發現我下次 下次有時候 他叫我媽媽媽媽 我說你不要叫我媽媽 你不要叫我媽媽 我是養母啊 你叫我養母 他說媽媽媽媽媽 他說小孩子也有 有情緒的時候 也有脾氣的時候 他也會受傷了 他知道他的 親生母親的狀況嗎 他有一次有一個機會 有 我先講第一次 他有一次有一個機會 就是他要去美國 他們其實那時候 我們還沒有認識的時候 他們去美國 去媒合的時候 要辦護照 他媽媽 跟另外一位男士 他們就 也來了 因為那時候的侵權 所謂的侵權 就是監護 比 所謂的監護權 很要大一點的那種權力 侵權 在他媽媽手上 所以他媽媽必須要到 結果他媽媽站得很遠 媽媽站得很遠 然後他一直耿耿於懷 他後來來我們家的時候 他說 媽媽我可不可以 看我以前那個媽媽 我看一眼就好 他說我們機會 帶他去看他媽媽 看一眼就好 他說因為他那天站得很遠 他都不過來 所以害我都不知道他的長相 後來我是蠻開明的 我是蠻開明的 後來是我們利用那個 去法院 他跟我們上過法院 也很有意思 有看到那個電影情節說 要跟父母親 為了爭取自己未來的幸福 跟我們一起上法院 他的原生媽媽 就是親生媽媽有來 戴個口罩 後來結束之後 我就跑到他媽媽面前說 可不可以請你把你的口罩拿下來 我就告訴他說 因為從小到大 你的兒子都沒有看過你的長相 你給我拿下來看一下 後來我們就 他後來聽了 然後兒子也看到他 可是兒子在那個時候 本來有機會好好看他媽媽 兒子就閃避 就一直賴在你的身上 後來我就三個人 這個假媽媽跟真媽媽 然後就帶著我小孩 我們就拍了一個合照 這樣把他留起來 沒有戴口罩的 沒有戴口罩的 當我們易立開法院的時候 我聽社工講 母子啊 母子連心啊 那個年輕的媽媽 眼淚哇就下來了 不管他是因為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他也很難受 現在戴著口罩 他也不知道怎麼面對 小朋友也是 就是他一定有他難處嘛 對 但是小孩子心裡面他會有遺憾 或者說他有一個烙印嘛 對 所以後來我幫他完成了這個部分 那你說 慶怡你可能都不了解 以前我也不了解 做媽要幹什麼 我從小到大 我們幫誰拔死拔尿過啊 連我父母親後來走的時候 都沒有幫他拔死拔尿耶 結果我兒子 他有一陣子拉肚子 你知道嗎 我就問Paul可能就很有經驗了 從被子 被套 電子 還有什麼你只要沾到一點的 全部都要去清洗 你知道連續三天 之前還有吐過還有妙場 媽會願意去洗這個東西 然後去班上去學校 然後也都拉到褲子上 我跟你講做媽的時候 一點都不覺得臭 不會 沒聞到味道 洗也不覺得髒 只是到第三天的時候 在我們四樓那個陽台上 我老公幫我設了一個那個水槽 在那邊洗啊 我剛才到第三天 我說你先下去 你先下樓 媽媽在這洗 等他一走 我在那邊講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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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在那邊叫你知道嗎 真的是 自己也超乎極限 自己的極限 可是你就是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去幫他處理那些東西 你沒有想過你會做這個事情 就很自然 而且這麼做得這麼心甘情願 而且很順手耶 就是說 你就覺得 還有一個就是 必須要完成他的一個 就是慢慢的有 跟他之間有一些關係的改變 那個是讓你覺得 心裡就放下來 他這樣的小孩 對 他們以前在學校你可想而知 老師同學 都知道他們 他的背景 你 刮風下雨 或是碰到這個 自己 拉肚子 或是 尿尿 他們 現在的學校都會讓小朋友 舉手會去 可是他拉肚子他 沒有辦法 他們從來沒有遇到事情的時候 有人可以打電話 你看小朋友忘了帶東西 什麼 他第一個就是打電話給媽媽 對 我這個小孩子 第一次在學校那個的時候 回來我說你怎麼不乾脆 裡面那個就脫掉 就丟掉算了 你丟掉以後外面是乾淨的 他怎麼處理你知道 我就可以想像到他們以前就這樣處理 他一個人借著那個下課的時候 在那邊 搓襪洗的 他還在那邊等要把它曬乾 再穿回來 對 因為他們 他們以前那個 零用錢也很少吧 所以到現在為止 什麼事情媽媽 媽媽 他就會打來了 他不是你沒打電話給你 就自己處理掉 剛開始沒有 後來 以前什麼事情都自己來 沒有靠山沒有媽媽 現在有了 現在完全 你最好打給我 你不打給我 你雞婆天然 我就送到那個 前面警衛室 最感動就是 經歷過兩次母親節 他們那個老師 是他的一個心靈導師 每次下課都牽著手出來的 母親節這樣 每個小朋友都一樣 每個小朋友在幹嘛呢 叫他幫我洗腳 就是他洗腳 你就看到滿頭大汗 就拿個水桶在那邊弄 最後要洗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算 他也不敢說 真的幫你好好洗 第二次母親節是最感動的 我跟我老公正要去接他了 匆匆忙忙的要出門了 電話打來了 你就聽到那個電話不太對勁 媽媽 我要感謝你 你帶我去哪 像是在朗讀 唸一篇稿 我要感謝你 你跟爸爸經常帶我出去玩 然後怎麼樣 後來我就 就他們後來有錄音 還有在上YouTube 然後播出來 就聽到我很森巴 我就 Baby 媽媽好感動啊 這真的就不是你啊 我就聽到那個旁邊 結果就是全班那個笑聲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樣子 後來那個 然後他又說 媽媽 我愛你 唉唷你知道 喔 我就是 Baby Baby 然後全班又笑 後來 我就不知道怎麼表達 我就說 好媽媽跟媽媽 馬上接你啊 我這樣講了三遍 等到你一掛掉我兒子這樣 呼 就全班又大笑 你知道嗎 就那種感覺都是點點滴滴的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很多嘴好 就是講很多這種點點滴滴的 不會不會 有個小孩子真的蠻好的 分享喔 而且我覺得光潔姐的整個心境也是一樣 有很大不同的轉變 像這樣的親子關係我覺得是更困難的 是的 因為歲數差很多 對 而且是來自於這樣的一個背景 八歲才開始磨合 所以覺得光潔姐特別偉大 你的孩子八歲 他 雖然他的年紀 他來這個世界有八年的時間來到你們家 可是他在你們家的生活 也如果 從現在到現在也才兩年喔 對 所以他有些行為其實會像兩歲的小朋友 他會想盡辦法希望你關注他愛他 所以他會 然後他有八歲那種智慧 所以他會跟你說我想死 你又不是我媽想要來激你 兩歲又說不出來這種話 對 所以他用八歲的智慧在做兩歲的事情 可是他一切一切是希望得到媽媽的愛 彌補以前的那個母愛 是的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